纳塔馅糖20克瘦身餐,全麦松饼轻食套餐食谱,自然烧肉介蓝菜,软心蛋,咖啡牛奶,低糖100%全麦松饼佐盐味奶油。 我始终觉得,减肥不该是痛苦的事。 如果不能吃好吃的食物那多无趣啊,所以一定要把减肥变有趣,握拳,我那无数人好评的纳塔馆减糖减肥餐,好多人照住持都效果其好。 大家一直希望看到更多线糖20克的餐点搭配,非常好,这代表你们想保持减糖的好习惯,所以妇女我未来一定会陆续分享,希望极有更多变化强化我们的减肥耐力。 我自己就超需要,甚至让减肥充满乐趣,变成非常酷的生活形态。 学会做我昨天分享的低糖版100%全麦松饼了吗? 今天妇女我要教你们怎么把松饼应用变化成线糖20克的瘦身餐,全麦松饼轻食套餐,想知道怎么搭配可以刚刚好20克糖吗? 那这篇还真非看不可以啊,快搬板凳来做好。 学怎么搭配钱,如果你喜欢那他我各种减肥心得或食谱的话,未来会有很多及时分享张贴在我的脸书,欢迎按赞抢先看和多多分享哟。 对了,最近瘦到52次头知道我有多开心吗? 十几年前我也曾见过这数字,但那时是出国回来上吐下泻好几天,加上食欲不振好一段时间才有的异象,气色很差呀那时候,跟现在简堂好气色又真正消枝的感觉完全不同。 快36岁,生了两个孩子还能看到这数字,简堂你真的太省了,简堂万万岁。 虽然离我更臭脑固约定的目标之50千克还有一小段距离,但我不会掉以轻心的,继续恒定控制每餐20克糖分,相信我一定可以达成目标。 那他把现糖20克瘦身餐,全麦松饼轻食套餐全部食材及调味料请大家参考这张表格准备,猪梅花肉是指猪上煎肉,跟肉摊老板说要做烧肉的梅花肉片即可。 当然火薄肉片也不是不行,但松饼搭配火薄肉片总觉得怪怪的,还是选厚一点的肉片比较搭配。 自然粉在大部分超市都找得到,我在全联买一罐不到50块,可以用蛮久呢? 至于辣椒粉若不吃辣也可以省略,除了辣椒粉不一定要有之外,其他还是请备其忧。 芥兰菜,又名芥兰或黑格兰菜,请折下叶子的部分来秤重,梗很硬不要吃,另外我要跟大家说,我的食谱在秤重部分一定是煮之前秤,而且秤的时机是把不可食用的梗、地、壳、子等部位去除后才秤,然后请不要担心煮好后食材缩水变轻这件事。 这是正常的。 如果你一次煮多人份,怕分菜分得不够精准的话,请记住一个大原则,除了淀粉需要仔细秤重外,其他全可以用肉眼区分,因为肉、海鲜、蔬菜等的糖分通常都不高,不小心多吃一些是不用担心的。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怎么准备了?黑咖啡的部分就以自家平常煮咖啡的习惯去煮,或是用绿挂式咖啡取代一颗。 不喜欢咖啡的话也可以换成红茶牛奶、无糖豆浆或其他你想得到的低糖饮品。 食材都准备好,我们就来煮吧,软心蛋做法。 1.煮一锅水,水滚后转小火,用汤标装一颗恢复室温的鸡蛋进锅内,计时10分钟。 2.时间一到就将熟蛋捞进大量冷水内浸泡,等近10分钟后取出去除蛋壳,就是中心微软不前柴的软心水煮蛋螺。 不那么讲究口感,或是没时间这么做也可以直接蒸一颗水煮蛋螺,自然烧肉介蓝菜做法。 1.将梅花肉片先撒薄薄一层盐和少许黑胡椒粉拌均匀,摊平肉片在盘上,撒一层薄薄的自然粉和辣椒粉,腌15分钟。 2.也可前一晚就先腌自冷藏。 2.借蓝菜清洗好将梗去除,只留下叶子的部分再称重备用。 3.油倒入平底锅,以厨房纸巾涂匀,中火热锅后放入腌好的肉煎烤,两面都煎烤上色后就转小火慢慢熟。 3.蛋煎到完全熟透,捞起先放一旁。 4.自然烧肉非常香,单独变成餐桌上的一道菜或便当菜都很赞。 一样的腌自法换成里肌肉则很适合加入三明治,简单就很美味。 4.原本的平底锅还不要稀油,原锅放进菜叶和两大匙热水,盖上锅盖以中小火焖煮二分钟。 5.放入少许盐和黑胡椒粉,转中火拌炒到水分快收前挤起锅盘。 5.准备好咖啡和牛奶,自然烧肉芥蓝菜,软心蛋都摆盘好,搭配一片低糖版100%全麦松饼。 5.做法教学请点我,松饼上再附上一片好吃的含盐奶油,N,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完成好有质感的松饼套餐罗。 5.附带一提,我们家做面包糕点用的奶油和抹面包的是不同的。 5.做糕点用的我常在Costco买或是选很多烘焙人热爱的Laskuer蓝丝克奶油,风味真的很适合烘焙专用。 5.抹面包或抹松饼吃的奶油我非常喜欢含盐的发酵奶油,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四叶。 5.乳香和滋味都好轻轻又好浓郁,真是梦幻的滋味,但它进口台湾的价格实在蛮较贵,常吃我会心痛。 5.目前对我们来说既美味又不会价格太吓人的首要选择是Cher愛许,它可是我们家出厂率最高的含盐奶油。 5.每次烤好的吐司我都会立刻摆一片爱许上去,然后一边吃一边赞叹它怎么会这么好吃啊,不夸张。 5.是真的,不知不觉一讲到奶油又著迷了起来,没办法。 5.我实在太爱尝试太喜欢比较它们的美味程度了,奶油狂热分子无误。 5.回来回来,这篇重点还是我们的20克瘦身仓了,如果有更喜爱的奶油改天再找机会跟大家分享啰。 5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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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的20克糖,控制得刚刚好,吃得饱又吃得巧,舒畅呀舒畅,这套全麦松饼轻食套餐当做早餐或早午餐都很适合,重点是材料和制作方式都不难,这个假日就许自己一个愉快的时光来做这份棒棒的减糖餐吧。 做好后想炫耀上传IG或是脸书的话,别忘了,那塔版减糖减肥餐货,那塔线糖20克瘦身残黑,我会去偷偷看哟,哈哈。 父女我未来还会有更多现糖减肥心得和低糖食谱分享,欢迎常来我的脸书和部落格持续锁定我。